这种衣服我都不敢穿 这衣服穿起来还太宽 你知道吗 里面完全没有什么束缚 我最胖的时候 大概是这个时候 你看 虎背熊腰 这个最高纪录大概是 55块56 我连喝水都会胖 你知道吗 到这个年纪 代谢力变坏了 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讲说 年姐 你可以试试看黄金益生菌 我们里面非常难的体脂肪 就可以这样消灭掉 消除掉 我今年六四 接近六五了 快到六十五 其实她这个绷带妆 你转一圈吧 身材多好 你自己是怎么样维持的 这个 好 我给大家要让大家看看 我以前跟现在 其实真的差别 你有胖过吗 有胖过有胖过 先让大家看看 我最胖的时候 大概是这个时候 你看 虎背熊腰 这个最高纪录 大概是55块56 虎背熊腰 这没多久 这大概两三年前而已 是 好 但是现在 刚刚凯云不叫我站起来吗 你看看现在 这种衣服我都不敢穿 这衣服穿起来 还太宽 你知道吗 里面完全没有什么 什么束缚 束裤 什么都没有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该有的还在 然后这个腰都可以维持 这样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像这个年纪 六十几岁 更年期 最严重的就是什么 一颗肚子 怎么样都不会消下去 然后代谢变得非常非常的慢 然后花了很多钱 花了很多时间 都想要瘦 各种的减肥的方式 去买各种东西 什么有人买线 买了好几万块 有人还介绍我们吃虫软 有人吃那种很奇怪的巧克力 虫软 还有时候都要花很多钱 我看我的朋友还去抽脂 抽完之后那个大腿 就一块又一块的 那你肚子这边抽脂 我们这年纪哪能够动刀 根本不可能吧 我看到有个新闻报导说 如果这个肥胖是得了妇科的癌症 是会增加到七倍 尤其我大概前两年 我一直在进出这个手术房 你知道吗 一直动很多妇科的手术 我就很紧张很害怕 所以我觉得说 好 那我就让自己瘦下来 少吃 少吃淀粉 好 那不吃 少吃 挨饿 顶多了 瘦个两三公斤 三四公斤 然后就觉得说 撑不住 对 撑不住 可是后来还是觉得 那我一定要说 我一定要说 我一定要降到50下来 我才能够把指数下降 好了 可是到了一个中间 它就会到一个停滞期 就觉得我都没有吃东西了 那么我连喝水都会胖 你知道吗 到这个年纪 代谢力变坏了 后来用什么方式来帮你推吧 对 我就想说不对 那一定有方法 因为它停在那里了 去运动好了 夏天来的时候我就去骑脚踏车 先骑五公里 十公里 后来骑到三十公里 你知道吗 但后来又卡住 对不对 对 又卡住 其实有降到一个 就觉得它又卡住 就是你觉得 一定要有个东西来帮助你 对不对 好 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讲说 年姐 你可以试试看 黄金益生菌 因为你这个年纪 光你这样花这么大力气 花这么多钱 没有用 要有个东西来帮助你 这个黄金益生菌 真的帮了我 它让我直接说 不会嘴馋 我吃了 第一次吃 吃没多久 我觉得它可以让 它可以抑制你的食欲 而且可以控制 你的淀粉的吸收 像我这种面包控 我这没有吃面包 我这活不下去那种人 它就会抑制 不会说到下午 就一直要找零食吃 而且我原来便当 一天大概是吃个一个 后来就三分之二个 而且食欲就越来的越小 那它这里面 因为你知道吗 它这个黄金益生菌 它现在新的 有添加西班牙的 这个国家级益生菌在里面 它的成分是提升了 所以里面的白肾 就我刚刚讲 它是可以抑制 淀粉的吸收 还有抑制我们的食欲 它另外里面 还有个叫天堂胶 这个成分也非常好 它就是加速代谢 加速燃烧脂肪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会 就是说我们里面 非常难的体脂肪 就可以这样消灭掉 消除掉 还有非洲芒果籽 也是阻断脂肪 阻断这个高热量的吸收 这样子而来的 OK 所以这是年结的方法 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 看咯